男子路橋下這邊分別通往四種不同的方向 但是因為動線過於複雜 常常有騎士會搞錯 我們現在實際來騎看看 路線繞繞繞難怪有男子白木達的稱號 第一次騎的民眾可能就會像記者這樣 鬼打牆繼續轉圈圈幾乎快迷失方向 但現在有四種不同顏色的導標 如果是要往橋頭岡山就跟著黃色路線走 而男子加工出口區則是藍色 火車站是棕色 民族一路往高雄則是橙色 跟著顏色騎堪稱是全台首創 雖然已經有不同的顏色導標 這位女騎士不熟路況騎到分岔路口 還是不知道該往左還是右 還有這個分岔點一個往橋頭 一個往加工區有騎士騎錯 還掉頭逆向騎出來實在有夠久 不少騎士差點騎錯方向 穿過朝畫線變換車道 但這裡大家速度都不慢 顯向還身 雖然旁邊有不同顏色的反光導標 確定方向走其實可以降低迷路的機率 但稍有個不注意還是可能會騎錯 看來即便有了新設計 男子擺目打的迷航問題 恐怕沒那麼容易去除 記者成股民潘穎文高雄報導 我們要到